全油管最快新闻 根据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消息 2024年5月2日 41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人员递达朝鲜屏让 使馆工作人员前往迎接展示了两国教育交流的持续发展 新冠疫情影响着全球留学计划留学生的安全和学业保障值的关注 希望这批留学生在朝鲜学有所成 增进友谊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贡献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